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似乎现在都会先个位准股 尤其是现在有几天假期 可能今天就会在比较窄幅上落 未必有很明显的方向 但始终就是5月 我想投资者都未必这么进取 所以短期来说 就算事件不是太淡的时候 其实都可能是要先行政股 才会再破顶 还有要看有没有机会 挑战25000的关口的时候 其实都要看未来 还有没有外围一些好消息 再推动股市走势 但是你说看回现在的 就是贵的日本企业 其实普遍都做得挺好的 所以整个气氛都不错 我想有机会 5月开出来上场的时候 其实都有机会可能是慢慢向上爬 即是你否定了 Sell in May 是不是 可以反传统一点 这样想 因为我都觉得4月都顿够了吧 4月 其实基本上 4月是整个头那大的上巡 加上中巡 那头那20天 都是满过鬼的 接着就 最后就突然爆3天 就爆了个顶 基本上很多人都未必赚到过一转 因为基本上只是升大股 而且升腾讯 友邦 友邦是滑行了一段很长的时间 才上升 那就是说很多人未有钱落袋 那其实5月份 是不是可能 那些二三线 那些会有些冲动 会冲上来呢 其实 到时 可能过了业职期的时候 可能就有机会慢慢资金会转移 但你说 现在我想 因为始终出道理 譬如说 刚才所说 比如说友邦这些 亦都是以往 可能见到 即前 就炒值后之后 就算无论做得多好 都不会炒 都会射回来 但现在就是 反过来 即后之后 都做得多好 證明 大家对大蓝筹的前景 看得越来越好 所以反而可能 在短期来说 资金都会在一些蓝筹股上面 游走 尤其是之前可能 譬如说 打压了一些金融股 但现在出来的金融股 无论内银 即是内险 还是劝伤 其实出来的成绩都不错 所以可能 慢慢资金都会追捧 这些之前有政策打压的一些股份 可能短线来说 未必那么快会转到二三千 可能还会在大蓝筹上面 就是游转的 哇 我看到那些赌股 真的玩到你借 金沙早上出业职之后 之前就炒上来 接着就出业职之后 整个板块 好像今天是世界末日 那样 今天美工媒 2282又突然弹回百分之四 去到17.7的位置 赌股是否一回就要吸纳呢 如果这样看 而且很短引 为何会这样呢 是的 其实我觉得赌股应该的走势 应该都挺强硬的 我也建议是可以 如果是比较进去投资 可以试下吸纳的 那我想他可能 譬如说出业职 大家就看会不会 就是害怕 鬼满厅那方面 做得不太好 但是我觉得 始终由去年下半年开始 其实博彩收益 已经开始好转 而且他们已经开始转型成功 加上也是看到 现在就是五一黄金周 虽然说不是很多日 但我都相信 短线来说 也有机会 带到澳门那边的收入 所以 放完价回来 也有机会再投资上去 所以我觉得 一回头可以试下 做个短线的操作 嗯 好啊 另外呢 有什么板块 之前我觉得很多蓝筹股 都是比较落后 然后就磨你消磨意志 令你沽出来才上 其实很多都是这样 只有科技股一个比较 就是比较 厉害一点 回到来 是不是还炒科技股呢 但是我又不太信 可以保持住 一个这么长的时间 嗯 是啊 科技股都害怕 始终会有获利回吐的压力 我想短线 我自己也是拼回 黄金周 这个星期一些零售股的走势 因为其实看到本港 现在那个零售股的第一季 其实都做得不差的 就是你看到 无论他们自己 经过这些可能年纪的一些转影 也都是逐步看到他们那些 童年销售也都开始回升了 还有 都看到租金压力方面 是减轻了之后 其实就是 看到基本面是逐步改善的 这也是一些的 就是销情旺跪 就算大家看到可能 每一单的金额不是太多 但是如果整体中数是上升的时候 也有机会理好那些气氛 所以短期来说 我觉得零售股也有机会是继续向好的 好 零售股 可以想想 就是那些金色那些 绿幅 是啊 是的 因为我看到开始 已经好像无情情打了上来 自己都不太觉 但是又走得挺漂亮 都是可以留意一下 那些零售股 好 跟Anne谈到这里 不妨礙你放假 接下来有个开心的假期 下星期我们再聊天 拜拜 拜拜 好 市场就好像今天的指数 就不是特别漂亮 现在跌着56点 24638点 我答应了小片 每一节都要答些问题 所以就把握时间 刚才有朋友在Whatsapp 66334386 就问这条困得挺好的问题 但是我觉得 因为他说之前 电台也听到 就说万科有违规销售的情况 被禁销售 我也看过这一宗新闻 会不会影响恒大呢 恒大就一声就跌下来 跟这方面有没有关系 如果想进入恒大 有什么好位可以考虑呢 首先要提醒大家 恒大现在是飘忽的移动成宝 它突然飘飘了上去 而且会质得很深 很废话 但是比一般跟着基本因素去行的股份 是难以触摸一些 所以你买了的话 先提醒你自己 要有这样的时间 去看着恒大才好 或者你以食定四环的药 即是心脏病药 那你才好去搞恒大 因为有些朋友 可能一天交易赚几个水 几千元几万元 就当玩一下 我就觉得不要谈谈情 我觉得我建议你可以买两柱 一柱就是可以买一个星期 另一柱就是可以买一个星期 这样玩就好些 其实之前都下来八个两个多 起码不是几个三 才去下手货 你说刚才那个万科的围困兽有没有影响 我觉得也有的 不过我怀疑在十九大之前 你看到汉俊波 这些大人物 先后被拉落马 好像在政治环境 其实是有些混乱的 内地的政治环境 因为我们都是听 都已经是 不是第一度封的了 去到第十度了 去到十二度封尾 都是去到最尾 所以都是听回来的 亦都因为我们这么远 我就觉得 晚科出事 恒大也未必出事 你看中国海外也未必出事 但我觉得恒大纯粹 因为它自己在做回购计划 所以它一定是会将它每一天的阶段打穿它 即是它走过一个星期的阶段之后 就会令你无所适从打穿它 因为你每天走的阶段 去控制风险 因为你不知道它玩到什么程度 也是说废话 对 3333我都有考虑日游戏 但你会不会买长的摆客就会 暂时没有 因为我自己又不太熟 上次罗尚佩说过十元 然后他退回到九元之后 再看九个二 已经到了 但现在去到八个多又能不能留呢 我暂时看了 他上一次有支阴烛很长 是落过7.71 要看有没有红方之力的大盘 顶着某个位置 我就当那个位置是支持 上次他有一个很大的红方之力 在8.73 那个位置顶了几天 我就觉得可以做一个指标 这两天我就未见到有大盘在那里顶 所以要等他那个位顶着先 可能八元边我都可以考虑做些日游戏的动作 其实现在都可以的 即是八个二八个三 但你自己就严守 只赚只涉位 即是很老套地说 因为太飘了 可能是你去完洗手间回来 已经变了 所以你自己要看得比较 即是确实一点 喂一八零八还短炒 昨天已经 梁杰文都叫大家 可以吃半楼半 已经吃些落袋先 因为他猜不到顶 还有今早1.95 而现在跌2.76% 我昨天都剪了精华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最好 因为我们特意剪出来 大家可以看回那个 其实没得猜的原因 每个GO 为何每个条命运都不同 略昇是这样的 那次和陆永亭也说过 如果每个GO都有方程式给你炒 你就不用坐下看我 自己会炒 亦都不用问嘉宾 所以是有些不同的 那些人又说2元 又说3元 2元的话 如果你信2元那一转 1.95元就到了 所以立刻吃股 一定是不会去到2元的整数位 你除非购完后 会不会3元就另一件事 你说会不会用来做短炒 由1元过1楼下叫你买 而1.7元叫我做短炒 当然不会 看你自己的荷包 究竟有多重货 好 聊到这里 我看到唐牛进来了 唐牛请大家回答488 我们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请唐牛出来 现身说法 例展究竟搞什么 我们稍后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